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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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生活裡面 水牛 是整個台灣開墾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生物 很多早期的台灣的生活 離不開它 不管是開墾 或是在整個生活周遭 它都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 一道風景 很多的前輩藝術家也會以水牛 作為它的畫作的內容 不管是牛背上的路詩 或者是水牛跟孩子之間的互動 或甚至是水牛在水塘裡面的樣子 那今天呢 我們要讓水牛從畫面走出來 首先呢 我們把這張紙 這是一個聖發形的紙 三角對著 接下來呢 以一段為頂點 將這邊折進來 另外一邊也是 這時候呢 有桌子來用會最好 因為有的頂住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們把一邊張開 以它的下面的折點為頂點 將底下這個三角形 也讓它一邊折過去 壓實 壓實之後 我們把它還原 打開 折到裡面去 這動作對一般人稍微吃力一點點 可是 做到這樣的話 可以看一下 好 等於是 裡面又製造出一個正方形出來了 一個正方形出來了 一個正方形出來了 接下來呢 我們把上面比較細的這一端 往旁邊平折 往下去 接下來呢 再往前 平折 這動作比較細膩一點 對 一般人稍微吃力一點點 可是呢 接下來再還原 大家會發現 我在過程中 不斷在做 一些折線的準備 接下來我們把上面這條線 微標準 往前 拉過去 好 這樣子之後呢 這是頭 這是身 這是尾 那頭這樣太小了 我們接下來還要做一個動作 把這底下拉出來 裡面拉出來 中間線反折 好 頭就變大了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也是這樣 好了 再看一次 我們把 剛剛是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角的地方 往下拉 拉了之後 反折 再收回去 好 這動作多做幾次 你就會熟悉 好 接下來請看 我抓這裡跟這裡 你看 你看 抬頭的動作 好 這樣摸摸摸在叫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開始想想 呃 水牛的 呃 鼻子是不是有配頭 所以我們就 前面折一下 再折第二下 好 這樣就有配頭了 好 接下來水牛很重要的是它的牛角 好 好 請看一下 我們把這大三小型往底下拉回去 好 如果你怕跟不來這些動作 其實可以把我們的這段影片 好 重複 好 錄下來重複播放來看 好 我把臉再折上去 注意看 現在呢 我是從這邊 好 要創造它的牛角 好 記得不要從最經典 好 重點留一些些 好 我們希望牛角粗一點 我們就 剪到 這裡 好 這牛角 一個深角形結上來 好 這邊要保留喔 好 那分到這折線為止 好 再把剛的三角形折回去 好 折回去之後 把這個角往上 往上 你看 有牛角了 好 我們把這牛角 往旁邊折過來 往旁邊折過去 好 再來呢 我們就幫牛角塑形 當然在這邊 我們只能做異象 因為 真的 要做得很像很像 那 最好是用雕塑的方式 那我們在這邊呢 是希望 大家 看了這樣做法是 來 好 我就抬頭 摸起來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 它呢 是歐梯類動物 好 我們呢 用 前腳 然後呢 後腳 牛肉的尾巴 好 接下來呢 牛肉的尾巴 是很長的 所以牛肉的尾巴 所以牛尾巴的作用是塞 用來趕蒼蠅的 那其實這部分呢 你可以 透過觀察 或是模仿一些畫作 欸 可是牛尾巴不會是那麼長 所以它收進來 折下來 然後藏在裡面 再長出來 折下來 然後再長出來 長出來之後 牛的尾巴 它其中一個作用是 趕蒼蠅 所以通常是往前面拍過來 轉一下 這樣它就會比較生動一點 好 如果你要拉更細緻更像的話 一些特徵 包括它的眼睛啊 耳朵啊 可以用外貼的方式 或畫上去 它會更像 可是就一個 只要這樣的話 已經認得出 一隻可愛的水牛 完成了